还记得梅州客家吗?这支中架球队一度排名榜首,但到了冲超最关键时期,这支球队陷入不胜坏圈。 如今,在连赛进入尾声,这支球队已经彻底告别冲超了。 几分榜上,梅州客家落后武汉卓尔11分之多,客观来说,梅州客家只是本赛季中架的一支暴击队,本来,他们上赛季就排名倒数,因此,新赛季中架,没有人看好他们,但令人意外的是,梅州客家成为了中架黑马,他们一度占据中架领头羊的位置,并且一坐就是两周,让人刮目相看。 随后梅州客家爆出不稳定生意,他们竟然没有报名下赛季中架资格,在第一时间,梅州客家不报成功,但也说明,这支黑马没有冲超的熟心,当机会摆在面前时,梅州客家压根没想过冲超, 因此,当机会真正出现时,他们可能也不想把握,没有财力,没有实力,冲超之后,只会给球队带来更多负担,因此,梅州客家可能只想好好戴在中架。 今晚,梅州客家一比三输给志强一腾,上一轮,他们输给了宝级球队黑龙江火山明权,最近六轮比赛,梅州客家只有一胜,因此,这样的球队虽然积分榜还在前列,但早已经退出冲超集团。 接下来几轮,对于梅州客家都是极为时间了。